欢迎收看Pipple Webcast Pipple公民新闻平台今年第一场踹拍活动 选在云林的陡南车站举行 这个日本在台湾建造的最后一个火车站 不仅建筑具有特色 更是地方产业重要的集散地 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来找寻他礼物 了解陡南车站的价值 火车缓缓驶路车站 月台上人高挂着空袭警报的警钟 透露出陡南火车站的历史 这是日日时期 日本人在台湾所建造的最后一个车站 斜屋顶专造供电式的建筑特色 每一处都有浓浓的日式风气 而后车室还有着全台车站最长的木椅 代表着陡南车站一段繁华的过往 所以说陡南车站在台一部就是我们的车站 这些都在我们时代的老板现在 所以说这里虽然跟大家说陡南车站 他无人10年以前 他对我的交通就很好 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三个字 说起来也很厉害 做到这些车站的车站 如果没有车站在大车站 可以在这里的车站 曾经是早期兴盛的台铁台唐 双铁共购火车站 让陡南车站成为重贯线最重要的 陆运枢纽与货物转运站 这个树立在战前广场的台唐火车头 便是记录这段历史的文化地景 而在云林县政府的推动下 以陡南车站原住民平浦族的旧社名 塔里屋成立了塔里屋文化发展协会 开始了历史建筑火化再利用的工程 让陡南展现新风貌 我们就透过一些银科大的老师 然后去合作 我们就来调查 陡南町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的城口是否有材料 做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铁楼城口去参观 然后我们想想的陡南人 你叫说一个历史家的东西来购买它 不可能 所以我们想想说 我们就来做一个影响我们的店面 带到他的孙 带到他的儿子 来这儿共同设置 一旁鱼儿悠游的生态池 凸显出被河川包围的云林 早期居民居住与水的相连性 而小朋友的最爱就是荣获文化设计师卓越奖的绘本馆 与环保节能绿建筑的漫画馆 有着丰富的藏书以及舒适的看书空间 到处都可以看见一个个买手书堆的小朋友 进入他们梦想的奇幻世界 你有没有看贝贝 有 有 好看吗 好不好看 好看 他是还蛮喜欢因为这边环境还不错啊 然后因为你家里又近 有弟弟之边还不错啦 之前就有听朋友讲过这边还不错 可以带小孩子来 你们是这边的人吗 不是耶 我们是彰化过来的 公司的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特地带着公民记者 进行找寻他礼物拆牌的活动 透过他礼物文化发展协会的介绍导览 许多公民记者不但造访了难得意有的董南镇 也用镜头记录他礼物的文化古迹成果丰硕 这看了之后回去有时候有很多地方可以给我们借鉴 比如说他这里很多台铁的仓库 他做这样的应用 跟我们英哥旁边有很多仓库 那改建了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很多地方跟他学习 那我觉得一个社区他们要办理一个 就是把旧的东西改成新的东西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那理事长有讲说 要的困难啊什么的 那么我觉得其实对这些的一些开创者 真的是参加就是对他们最好的鼓励 成功地将台铁旧藏库火化再利用 不但造福董南镇的居民 便利性与多元性 也吸引了周边县市的民众前往使用 哈礼物文化发展协会 目前也正积极地与学校和地方社团合作 推广观光 要替董南小镇带来新亮点 PayPal今年第一场的踹拍活动 感谢公民记者的捧场 从各地来的公民记者非常的踊跃 当天有大约60多人参加了踹拍的活动 而透过公民记者的记录分享 我们也看到了内容丰富的报道 2014PayPal踹拍云林场找寻他礼物 选在斗南火车站旁 闲置的铁道仓库 活化空间之一的六八电影馆举办 来自各地的公民记者 约70位热情参与 斗南镇是由台湾原著名的 他礼物社社名音域而来 当地火车站是日本在台建造的最后一个火车站 计划 在台湾原著名的 一百亿九年 最早的名叫他礼物一 车站北侧仓库群 见证云林货运与斗南站 作为产业运输之历史性地位 目前被整建为 生活美学馆 环境教育馆 六八电影馆 漫画馆及绘本馆 再活化利用作为文化展馆用途 经过艺术改造有了新声明 现在早上就要打开 放晒 放晒 其实并不放钱 我们里面也有一个 这日本製造的都有 所以很多古墓 我们其实看没什么 但我感觉都流下来 所以这也是我们导人会的车头 激动一步 惠本馆是一座节能减碳地建筑 蕴藏的许多专为孩子设计体贴 设施与惊喜 有前果最丰富的绘本馆茶 一系列说故事时间 绘本创作与绘本加油乐 手工绘本展 绘本插画展等活动 是亲子共读的好处 太阳加泥土加水分 Puplo公民新闻平台 踹拍活动举办第三年 今年2014年第一场踹拍 来到云林县斗南小镇车站区 六八电影馆举行 Puplo公民新闻平台举办踹拍活动 最主要是让全台各地公民记者 藉由聚会得以联谊 交流技术以及交换心得 今天早上9点 公民记者就陆陆续续报道 玩完也顺便跟我们公民记者的一些好朋友聚聚 多学一点东西 然后边拍边记录 哎呦 厉害这个我很感激 所以我只要有时间我一点参加 今年第二场踹拍 对话在4月12日 在屏东东港共和新村举行 邀请全台各地公民记者 以及支持在地发生的你 也共同参加 云林县政府为打造在地文创环境 将斗南火车站前的旧铁路仓库 整修活化成塔里屋文化园区 塔里屋城乡发展协会理事长 黄振雄先生谈到 政府他各科室 各关要开火了 跟我们社会说 我们后来都他们主管 我们这里都设五官 都说五金秤库 五官嘛 因为生活美学馆 还有环保交易馆 还有一个漫画馆 电影馆 汇编馆 经过规划 塔里屋文化园区开始成长 透过旧仓库再造 呈现斗南的文艺气氛 塔里屋已是亲子旅游的热门景点 有空走访一趟塔里屋文化园区 来欣赏这旧有的日式窗户中 融合着现代人文气息与同趣 所以今天主要我会带你们 为兜兰飞车站 和宅六金秤库 我们做一个 让我们的乡亲 世代不管是婚姻观 还是外观市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亲子空间 一点一点 几十万几十万 你们看第一间的美学馆 我实在是 连书本都是在董南镇上 利用暑假的时候 募书募助来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切平民 可是我们出来拍就没错了 把整个我们乡镇的最基本的东西 呈现出来 都很丰富 都很美丽 我们是与你社团法人 与你一些身心照顾协会 这边的成员是我们 小型作业所的一些服务使用者 然后他们都是成年心智障碍者 学校毕业以后 因为没有办法到我们 一般的竞争职场上去工作 平常我们都会安排他们 做一些职业的训练 我们就会透过我们的 行动干妈讲 然后到处去做一些展授 然后呢 也让他们有一些奖励金 有一个收入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 在这个部分呢 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好快乐 学来这边 好玩 好玩 然后一学呢 好玩 好玩 然后有没有学到东西 有 对不对 我看到的这台车是 艾载云林行动干妈店 这台车在全台湾 跑透透 两年啊 这两年来喔 透过云林县政府社会处的协助 那我们以公益彩券盈余的经费呢 支持我们以租代买来建构这台行动车 那这台行动干妈店呢 承载了云林的30个社会福利组织 跟NPO组织的一些庇物商品 还有一些弱势团体 他们的一些支持赔利课程的一些产出 会很辛苦吗 不会啊 不会啊 不会喔 那你们抱着什么心情来做 快乐的心情 快乐的心情喔 很棒喔 那你们这样做的爱心传达给社会 你们感觉怎么样 很好 很好 Pipple下一场的踹拍活动 将在4月12号 在屏东东港的共和新村举办 当地不仅有非常漂亮的空军日式宿舍 也有眷村改建的议题 需要大家一起去关心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上Pipple网站来报名参加 Pipple Webcast 我们下次见